这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苦 也有老百姓的平安 习大权在握 有他的满足 也有他寝思难安的忧虑 习依赖官员控制国家 但对他们最不放心 他有三个担心 一担心他们贪腐 富可抵骨 二担心他们有异心犯上作乱 三担心他们不干活 拥振待振 习这些年一直感到家贼难防 成天琢磨如何将官员们被捆绑起来 官员们有钱权交易的便利 也有内在的苦不堪言 一是担心东窗事发被集委给滴溜走 二是担心被黑社会盯上 身家性命难保 这不 湖南省财政厅女厅长刘文杰 就被黑道给盯上了 中国官媒9月20日发布公告说 58岁的湖南省财政厅党族书记厅长 刘文杰不幸遇害身亡 刘文杰由此成为最新的非正常死亡 中共官员的议员 中国官方媒体 星期五转发湖南财政厅发布的 刘文杰的复告 只是含糊其词 说他不幸遇害 没有透露他遇害具体强行和时间 但中国官媒新华网随后援引 湖南省会长沙地方公安机关的报告说 死亡前 刘文杰被两个男子劫持 被劫持到顶楼上 随后刘和其中一位男子 同时坠楼身亡 另一男子试图逃离现场 因为失守而坠楼 也就身亡了 一位劫持者有上千万的赌债 经调查 未发现受害人刘文杰和他的家属 与两位犯罪嫌疑人 在案发前有过交集 作为名单 不但加长的 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中最新的议员 至少按照目前中国官媒的报道来看 刘文杰非正常死亡 明显不同寻常之处 就在于他似乎是被杀 而不是自杀 如此同时 中国近年来不计其数的官员 非正常死亡 中国官媒称他们主要是自杀 这种自杀的方式各种各样 有的是跳河 有的是跳楼 有的是服毒 有的是用筷子把自己动脉给戳破而死亡 习近平治理官员 可以说是古为金用 杨为中用 中西结合 他苦思冥想 设计了四道审数 一是党内申报材料和婚姻情况 官员要讲清楚自己拥有的房产 债券 现金 包括配偶 有没有股票 有多少都要摊在桌面上 有几段婚姻也要说明情况 这样一旦发现不实 就抓住了官员的小辫子 二是副部级三人以上聚会 要报告 否则就是团团伙伙 目前这个规定范围正在扩大 不仅是副部级有的地方已经蔓延到科技干部 三是中组部选任干部 采取毛泽东的黑后兵法 将有矛盾的对头放在一起 相互防范 争斗 告发 从而都不敢谋反 四是 严刑俊法 官员一旦被拿下 就绝不宽恕 刑讯逼供 加重处罚 杀鸡 警候 习收拾官员的四道绳索 的确起了笑 官员们不敢聚会了 不敢发牢骚了 精神高度紧张 天天有官员被抓走 天天有官员跳楼自杀 可惜 是一些官员的其实是被中组部看中了 准备要提拔 要升官进行任前谈话 随时这些官员以为要抓他们 心一盒 嘿 死了 现在老百姓一般的都不敢在政府大院附近行走 你说上个步吧 嘿 说不定这市长书记大人 他从天而降 并且这些哥们每天都是海吃狐喝 体重又又非常的庞大 落下来 那非死即伤啊 为什么官员非正常死亡在中国成为一种现象 甚至成为一种所谓现象级现象 2018年10月22日中国财新网一篇综合报道就部分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该报道的标题是盘点18大后非正常死亡官员多人生前一患抑郁症 财新报道的岛屿是官员非正常死亡在天一利 据国务院港澳办官网消息澳门中联办主任郑小松因患抑郁症于2018年10月20日晚在位于澳门的住所坠楼身亡 什么坠楼就是跳楼呗 财新网的报道没有说明为什么在中共十八大后 也就是习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统治者后 非正常死亡的官员变得那么隐能注目 也没有说明为什么死亡的官员好像抑郁症啊 都缠身都是在十八大之后集中发作 就像那个珍珠党黎巴嫩珍珠党的手机 就被以色列不知道是安装了什么炸弹 突然集中的爆炸一样 目前中共官员现在又面临两重脚索 一是来自纪文 另一个就像刘文杰一样 他来自黑道 众多官员自杀主要压力是纪委 而刘文杰则是被黑道绑架撕票 中共官员的情绪啊 就像龙岩在火山里沸腾 堵着那里压力越来越大 说不定哪天就会蓬发而出 为什么这么说您哪且听我道来 已是没有安全感 总纪委对官员的抓捕没道理啊 说失踪就失踪 几乎于苏联四大零时期大欣喜 并无二样 纪委官员被赋予了凌驾法律的特权 可以随心所欲 对官员进行监听监视恐吓逮捕暗杀 官员们会因为种种意想不到的原因 被列入黑名单 灾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每个官员都无法肯定早上走出家门 晚上是否还能回来 所有人哪都活得战战兢兢 鱼履薄冰 不封官员主动投案 干脆自己糟了呗 为什么恐惧呀 以至于出现心理障碍 往往做出过度反应 本来自己没什么贪腐 主动深夜到 纪委要求投案自首 认为自己是巨贪 你说是不是有病 中共的潜规则是 官员在位众农理腐败 一旦查处就下死手 置于死地而后生 其实各位想想 落马官员的命运 比普通老百姓要悲惨得多 普通老百姓没钱 也没没钱 但是还可以 旧的花生喝的小酒 而官员们就蹬在监狱里 甚至还要跳河 你说这惨吧 在习以防腐败的高压下 没有一个官员是安全的 他们可以说真的蛮可怜的 二是离心离德 习一直希望官员忠诚 但是他就没想过 你曾经拿着枪 对着人家的脑袋 他怎么对李忠诚呢 所以集体 揽政待政 不作为躺平 已经成为官场 新常态 习对待官员能 酷无情 离死我活 以人落马 全家遭殃 这官员们心寒 离心离德 中国纪委 纪委曾经发布公告 说前海南省交通厅 党族书记 厅长林东 涉嫌违级违法 正在接受调查 环球时报就报道说 这林东来头可不小 是清朝禁烟功臣 林哲徐的后裔 他的父亲 更是中共建政初期 海军少将林尊 林东成任 海南省三亚市委常委副市长 2017年担任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兼党组书记 后来退休 但是还是被查处了 各位想一想 这林哲徐的后人都贪腐了 那你说 这中共官员还如何不忘初心 牢记死命呢 三是大案频发 由于这当官的成本和风险太高 所以官员们呢 干脆一旦坐上大位 就一不坐二不休 干脆大贪一把 在恶劣的政治生态下 官员们为了生存就会定下 生死同谋 官官相护 皇官相保 一旦同窗事发 就来个集体的 于是网布 经验啊 说明 严循峻法 不可能消除腐败 相反 会制造更大的腐败 您就说吧 这个华龙资产公司 前董事长 赖小明 就收取了人民币 十七年八八亿 中国官媒就称他为 有三个一百的特点 那就是一百多套房 一百多个关系人 和一百多个勤人 办案人员 在赖小明的房产里 据说呀 收出了两点七亿 人民币的现金 总重量超过六吨 打破了中国官员 被收出现金 最多的记录 事实托付成舟 官员们表面 唯唯落落 不代表潜在反抗 不存在 这是习无法消除的隐患 得官员的非法虐贷 得清索的大量株连 也为他制造了一个 如影随形的 潜在的反对群体 其能量之大 其得习的痛恨之声 将会是习越来越难以 回避的梦魇 惶顾天下 一无一能 可以挑战习近平的 最高权力 但却也没有一个阶层 具有支持习的动力 保留证据和机密文件 为自己留条深路 已经成为中共广场的潜规则 这样 人人都成了潜伏在中共的卧底 我认为啊 无论习近平权力表面上看 如何稳固都无法克服 他本质上的脆弱性 溃败和自救中的社会 难以掌控 广场年价吹捧的背后 是强烈的不满 两者结合 将使习的处境更为艰难 习身逢 红朝末世 虽想力往狂澜 但自大财疏 固守一党之师 没有勇气 开创新局 他得官员 长谷打击 四面出击 八方树敌 几乎得罪了 所有的官员 官员人心死变 现在啊 这些官员 可以说祸不担心 雪上加霜 总继维的迫害 压力未了 这黑社会啊 又悄悄的找上了门 为了保命保财 官员们 要么精神抑郁 要么想开了 躺平 要么大捞一把 跑路 或者 带上中共的机密文件 投奔自由世界 无论官员 如何选择 对习和中共政权而言 都是灾难 前不久啊 我的一位朋友 就这一问题 问了一位 中共的高级官员 高官 沉默不语 朋友再问 这中共 还能存在 五年吗 高官 仍然不语 朋友再问 哎呀 师父我太乐观了 五年 是否 太短了 高原肯定的说 应该 不会熬 这么久 吧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 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 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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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我 有